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宏的戰解說 那麼今天這番棋也是我在野狐八頓的對局 那麼我是拿白的 那一開始呢 這個黑棋左下掛過來 那這個棋今天走一個反掛好了 這時候黑棋常見下法左下飛壓 要不然就這邊尖啊飛之類的 他實在在左下飛壓我就爬完一跳 再走到這個小尖 這個是蠻合理的一個下法 再來的話 欸我如果說拆這邊 好像被他這邊壓過去 他好像步調不錯 那我如果貼起的話 相對來講我貼起是比較合理的 那 不過現在布局他很空曠 其實能下的地方也很多 不一定要局限在這個地方 走一個割分有沒有可能 割分其實相對來講 現在AI時代稍微比較緩慢的一手棋 但是我個人認為還是可以下的 並不是說割分就有什麼不好 我覺得完全可以下 尤其以我們這種又不是到 又不是說已經到業餘頂尖 接近職業水準 那我覺得完全可以下 現在開始讀秒 左上他點腳 喔左 右邊他完全直接脫先 那這個我怎麼下 嗯 擋好了 擋完藏一下好了 其實也有點不知道擋哪邊 因為你 擋哪邊可能 也都還行 也不是說 有非常大的區別 喔他這邊選擇了一手爬喔 爬的話我個人蠻喜歡這個飛的 我個人蠻喜歡這個飛 但是飛他也有可能會脫先 我個人蠻喜歡飛 因為你搬的話變他再搬 其實將來這邊留一個段 我覺得那個段 大概是雙雙都可以的戰鬥 但是個人覺得好像就留一個隱患在那邊 不是很舒服 那你走這個的話 雖然這邊有個二指頭 但是這個二指頭 不是非常嚴厲了 就不是非常大 所以我是覺得相對還可以 唉唷 不過我現在突然發現一個問題 我把面轉到這個方向 但是 我如果說掛過去的話 被他踢完一飛 好像有點左右抵觸的感覺 那這樣一看 看來左上這邊 該擋哪邊還是 可能還是應該擋左邊比較好 擋左邊再長旗 他馬上這邊來搬了 這個確實 白旗去長的話是非常小的 但是黑旗去搬本身還是有一點價值 就是黑旗去搬還算合理 但是白旗你不會去往這裡長 這個對白旗來說 價值太低了 哇他直接斷打上來 這個我有點沒遇過 這個旗直接斷打上來 我是沒遇過對方給我這麼下了 那這個戰鬥我是覺得擺起來可以 四顆子應該比較強壯一點 先扁他一下吧 扁一下 如果他沾回我肯定不虧 那他不沾回的話 我隨時一提 根據地 根據地是很穩的 他應該也不至於 這個實地本身非常巨大 但是 其實 打吃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去保留 不太確定 那沒關係打了就打吧 應該也完全OK 這個 我們就普通往中間跳吧 我覺得這個戰鬥 白旗總是還可以吧 他這個斷上來 不知道會不會有點過於激動 他可能覺得 再斷被我打算打吃再沾回 他 左邊有點局促 覺得效率不高 3 2 但是直接斷打上來就 很有成算嗎 我覺得也不見得 呃 這個上面應該總是還要拆一下吧 9 8 7 6 5 4 先斷一下好了 怕等一下有變數 因為我主要是覺得 我如果單拆一個 怕他這邊有什麼點完之後 斷完斷 也許 少斷一下也許有點差別了 沒關係 9 8 7 6 拆一下再來拆 當然如果你要去打拔的話 我虎一個也還行 這個飛不算是太重複 8 7 6 5 4 上面其實完全不是受攻的型 那他大概是會飛震過來的感覺 哎呦 沒敢飛震 這期不飛震感覺挺奇怪 感覺總是要飛震的 9 8 7 6 5 4 走這個 我就飛吧 第一桿總是飛 這個段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這邊有個雙的先手 這個段本來其實他在左邊就應該有一些權力了 這個段本來就是該給他的 不過他可能覺得斷了也還行 實力收穫大 而且也算是剝奪我一些眼味 但是你如果要在這加補的時候 我可能 我可能就往中間跳舞了 我的出頭也挺順暢的 我們白騎也是還能接受 8 7 6 5 4 他會不會打一下就不要了 不要然後我等一下藏出來還是很大 還是要了 我這邊是可以靠一靠 但是不知道便不便宜的問題 靠一靠不見得好 好我先保留吧 往中間簡單跳跳吧 應該還行 他如果要再跳的時候 我可能這塊就先脫先了 上面拆或者雙飛燕看起來蠻巨大的 我可能拆好了 還是要雙飛燕 雙飛燕我是覺得他掛到這 有點痛啊 因為他這邊中間也算比較有些子力了 再掛到這 好像有點痛啊 好像有點痛 想說還是拆一下好了 當然這麼拆不見得說上面都是實控啊 至少先把他走起來 因為被人家掛好像有點不知道下哪 下一步再收刮進去就累了 他這個腳還是孤單啊 要是我會一起挺想要走一下 踢完飛一下 不過他中間這一條自己 也是有點孤單的樣子啊 他可能想要點完直接頂過去 看起來有點俗 但是直接就加強住了 嗯也是也是有可能 還是我剛才應該拆高的啊 我剛才可能應該拆高的 我剛才在考慮要不要用貼的 但是貼如果被他橫頂 不見得有必要 這邊他雖然可以熟熟的把這個走起來 但是我上面這個實地也還能接受吧 我靠一個啊 靠一個 呃 靠一個這我怎麼下 先搬再講 搬完有沒有可能打上面 他如果要搬下的話我們可打上面 打上面貼過去 他斷了我打完沾毀 給他中間製造一些保衛 有沒有可能 或者說好不好的問題 還是他現在要撞這個 不知道他要下什麼 他如果不敢搬下去的話 那就撞這個我沾毀應該也還好 就搭差不多 9 8 7 6 5 4 3 2 1 不過我剛才看了一下 我如果打完貼過去他沾這個 他斷這個 他斷這個 我好像不一定能行 他斷這個 還是我應該怎麼下 7 6 5 4 3 2 1 我也用一次想想 打完沾的話他立下去我頂 打完沾好像也還可以 打完沾他立下去我能頂 9 8 氣還夠 那氣還夠那還行 打完沾 打完沾他立我頂住 啊他打吃完 還是快他一氣那還可以 那這樣子 不虧 這樣子不虧 如果立不下去的話 我應該就還行 這樣這邊被我沾到我頭邊比較硬喔 不然剛才其實本來有頂 頂這邊的氣 哎呦還是立下去了 這樣子 他是 還是我算錯了 沒有吧我就 我就四氣啊 不是快他一氣 還是我現在應該貼這個比較便宜 應該也不是 直接撞住就好了 這邊有什麼厲害的手機嗎 打 打一路 打一路我貼也行 等一下我貼不行 欸我等一下我 對我貼可以啊 8 7 6 5 3 3 2 1 這沒什麼騎啊 這局部 我有看錯嗎 這局部好像沒什麼騎啊 那這樣他這裡騎不是白虧喔 剛才這連班下去 沒必要 8 7 6 5 4 他可能認賠了 認賠了 這樣子我左 左邊貼一下 9 8 8 6 5 4 3 先飛過來好 雖然這個貼也是很想下 但是怕被他各種搬之後 拖不開手 有點怕拖不開手 我就想說 還是先飛個 這總是 這塊先走唱的話 局面應該就還OK 因為其實黑騎現在實地也只有左邊這一條了 那 白騎各處零星的加起來應該還可以 還可以不差 他走到這個踢了 踢完飛 確實實地是非常大的 但是腳其實還是 有味道 那麼再來我這個是有點想要去 飛他一下 因為這邊有個跨 這個跨 一旦我真是有力 這個跨下去 哇 我覺得還是蠻 還是 還是有點嚴厲的 9 8 7 6 5 那這邊他如果自己要補的話 好像也不是很有意思 補起來很無聊 補在這 補在這 是嗎 嗯 補在這 這讓人很想點 9 8 7 6 5 4 3 2 1 這讓人很想點 很想看看這個點進去是什麼 總是有點騎 但是 又怕自己虧在裡面 其實有點糾結 不知道要不要點 至少先問他應手 你是要 怎麼下 6 看他是要怎麼下 4 3 2 1 直接縮了 直接縮這個 我覺得是 白旗最不怕的一手棋 這個 白旗所得非常的多 要不要再爬一個 是 是有可能保留 但是我覺得現在應該沒有沒有必要保留 不見得需要保留 直接貼掉好了 那再來就看我這邊要不要飛起還是去貼這個 貼這個也是很想下的但是會馬上被他飛壓之類的 也是有點討厭 9 8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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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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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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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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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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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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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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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5 6 6 6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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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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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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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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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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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7 8 7 8 8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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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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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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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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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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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9 9 8 9 11 9 9 9 這樣子 他要聯絡的話感覺也是比較困難 不過他可能會想要利用我腳上一些 衝段之類的小東西 來做文章 虎這個 先立嗎 先立一下好了 本來在考慮要不要跳中間連回去算了 不過我自己覺得這一條我自己好像也還稍微有點薄 其實可以考慮衝完提阿 但是 也搞不太清楚 不知道哪個好 選擇畢竟還是 蠻多 搬過來 那我當然無腦搬再講了 他這邊如果要聯搬的話我可能就 就 硬打出去了 先硬打出去 腳雖然有個衝下 但是那個暫時先不管 我如果把這邊剋掉那腳虧了也沒差 4 3 2 直接斷喔 直接斷這一手 9 8 7 6 5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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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那這邊還有個搬 喔這個黑旗應該 應該不見得好下 這我就搬一下吧 搬一下 等一下馬上這邊有斷了 有搬下了 不過他這邊壓下去有一點先手了 這邊我不知道先打他一下 讓他這邊重一點 這樣我等一下可以直接打5顆 直接沾回吧 直接沾回就應該就好了 直接沾回看起來比較穩 穩健一點 他現在可能會擋這個 不然他沒辦法 沒辦法跟我周旋 其實也沒必要去打這一下 好像有點沒必要 還是強調這邊有個斷的問題 先立下好了 直接雙方比氣的話我應該不輸 直接跳入他也沒有多少氣 走這個斷的話那我就 走這個斷的話那我就 可以點吧 可以點了這個 看起來不太不太火 看起來眼味缺缺缺 看起來眼味缺缺不過他現在弄到這邊我腳上 好險我中間是有個打了 應該是還行 9 8 7 6 5 4 3 2 1 最後一次獨秒 那這邊另外我還有衝完體的一些旗 應該黑旗是蠻危險的現在 9 8 7 6 飛進去喔 飛進去我先把他這邊滅眼 還是我先直接衝 我直接先衝好了 衝完衝 衝完衝 先斷一下 這邊我是可以衝打下去 喔不過他中間這個 想像力比 生命力比想像中頑強 嗯 直接立下 直接立下不行吧 我打吃完一退他這個 好像被我被我吃掉了 被吃爆了 打吃完一退他好像爆掉了 他看你如果打之後可能就直接刷下去 一退的話他幫我擠下去了 掛掉 對啊我這樣一退 中間死掉了 那整個吃通連帶這條也死了 那死光了 當然不行 喔這樣應該蠻清楚了 就是死光了 這個沒有什麼用 直接擋住好了這樣蠻簡明 雖然這邊尾巴 會被他擠掉 那個小小意思 那個小意思 挖進去順便破眼 沒招了啦這個是死得很明確了 下面也沒有什麼渡過的期 其實就算渡過了 然後中間被吃成這樣 應該也 明顯不行 中間有些斷的餘味 不過這個 好看起來是沒什麼東西 喔還想要再接著拚啊 確實拚勁很夠啊 確實拚勁很夠 不過 可能意義不是很大了 喔那 終於是超時負了 好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對於當中比較關鍵的一些地方 首先是在左上角開始的這個戰鬥 他打吃完敞住之後呢 決議認為我第一手打沒有問題 不過後續 我這個跳呢 決議認為我應該用飛的 那飛的話這邊變化看一下 這邊黑棋決議他就沒有簡單的往中間跳 因為被白棋上面給拆一個的話 那白棋是蠻舒服的 所以他這邊率先逼過來 那麼黑棋 白棋下一手也蠻有意思 直接這邊 倒尖一個 倒尖他意思說後續這邊有個 斑丸 虎丸 搬入 這樣局部眼位豐富 那另一方面這邊大飛出來呢 也是蠻有根據地的 所以說 這樣就AB建合 兩者必得其一了 那麼黑棋沒有辦法兩邊同時滅掉 那倒不如就是 我們就先加強自己 那看一下白棋怎麼下 那白棋這邊就虎進去 把這個 根據地眼位都蹬出來 那麼 另一方面這個棋也是非常大 把黑棋角控也給破壞掉了 那麼黑棋後續呢 就這邊 壓完壓 那 隱約要對這塊白棋施加一些壓力 那麼白棋一開始時 實際地算撈滿多左下左上 包括右邊等等 所以這個棋呢稍微有點鼓棋 也不意外 畢竟前面的空也撈的比較多 那這邊有個斷但是黑棋應該也不太成立 因為白棋這邊有個跳的先手後續有衝 所以 你斷我就跳 然後續還可以把他這邊打死 所以這個斷有點不成立 那麼白棋這塊出頭也還算順暢 大概 雙方差不多 實戰黑棋這個跳太溫和 我這邊其實有點想太多我應該就單拆就好了 那單拆的話 他這邊 的變化圖可以說和 實戰蠻類似的 應該說這邊雙方也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其他的下法接近單行道 他肩我飛然後他在斷左邊這邊 都跟實戰一樣 不過他這邊這個飛是騎行走的比較緊湊一點 我實戰這個跳有點太鬆了 這邊我應該用飛的 這邊 自身的這個眼形 不是眼形 這個騎行是比較堅實一點 實戰我搬這個不好 因為 這個搬首先他其實是搬不 決意認為應該是搬不到的 因為黑棋會 率先 給逼過來 那麼我們剛才有看過的變化就是 肩完之後再虎過去嗎 那那個圖 我們發現這邊只要有這個虎的存在呢 整塊的根據地安危就不需要 擔心了 所以 這邊不過這邊決意他是比較血氣放剛一點 直接先點完之後穿出 那你這邊連接線有點不完整 我就先穿過去 再說 那麼 黑棋這邊不太好 直接從這一條線來 衝斷什麼 因為上面會被吃 所以 他先衝左邊 那這時候白棋也 不太好再去這邊衝完衝 因為被黑棋直接衝斷的話 不太行 這邊長完衝不太行 所以 這個白棋就先縮回去 先把下面這個根據地做好 那問一下黑棋 你要不要聯絡一下 不過這個黑棋顯然不太想要去 在單關聯絡 所以就先把左邊給斷掉 先去撈一波實地再講 所以他這邊的雙方的變化也是還蠻 針鋒相對的 也是 蠻激烈的一個戰鬥 那可能雙方也誤會開 不過實戰黑棋這個擋回呢 決議認為不好應該就先過來 上面還是 終歸被白棋給拆到這手棋 好 那回到實戰 這手棋我應該要飛剛才講過 那 決議認為這邊呢 上面這一代黑棋有這個 點進去的這個棋棋手段 那這樣子 他白棋就簡單聯絡了 我在猜他的意思可能是如果白棋敢硬沾的話 這邊可能黑棋飛上來或者是 這邊點一點什麼的 甚至將來逼過來之類的這個 這個紙可能都會發揮蠻好的用處 應該不是在外面逼用 因為這樣子黑棋先點就先損了 他的意思可能是 黑棋可以直接在這一帶去 直接暴動了看要接納飛還是 還是什麼其他的手段 總之這個白棋可能不見得敢去沾這個 好那 這邊呢他白棋是 走完之後 走到這邊飛出來那 一方面也給黑棋這塊施加一點壓力 但是這樣子黑棋這一塊確實也有他苦的地方 但是他上面畢竟是 先撈了不少也讓白棋整個根據地暫時消失 有點浮起來 好那實在黑棋就比較穩健在左邊下 那麼上面 中間白棋跳到一手然後上面也拆到這邊 拆到這一手我就覺得好像白棋 初步獲得一點點優勢了 那決議他這邊也是推薦黑棋靠完班下 那這局部的變化可以說和實戰算是如出一側 紫叉這邊沒有先點一下而已 那這邊他也是立下去 不過我實戰這個頂呢 可能 稍微虧一點 我這邊局部應該用沾的 因為 如果說下到這個沾的話呢 他這邊後續還是先點一下 如果說下到這個沾那 黑棋局部就只有下面打拔有一個先手在 中間沒有多打一下的這個先手 因為實戰 因為實戰 我們白八是走這個頂 但是黑棋這個中間打一下 然後下面 打拔也是一個先手 所以說 變他有點兩邊便宜了 變成白棋稍虧一點 不過這當然是 小問題啊 只差這個棋 其實 確實問題不大 好那回到實戰 再來是在 右上這邊呢 決議任我這個 飛呢有一點沒必要 其實這手棋 本來想要狙擊他腳上一些味道 不過後來也只有簡單的去點332 也是沒什麼 太大幫助 決議任我我這個下面應該要去貼 這個貼確實是我一直都蠻想下了一手棋 不過 後來實戰在 大飛和貼的選擇當中我選擇這個貼 那貼的時候確實黑棋也會來這邊飛呀 沒錯 不過白棋就簡單跳 那麼黑棋回到左下去搬 搬的時候白棋就靠 靠這個利用呢 我那時候一直怕黑棋可能會幫 幫他打吃這樣子去做反擊 那局部 不知道 有點不知道怎麼下了 不過決議他這邊變化也只到這裡而已 所以 我就想說 如果他這麼去下的話 我有點不知道怎麼弄 可能白棋就再回到這邊吧 因為 因為這邊有這邊各種打吃的牽制的情況下 那麼黑棋可能不太敢這個 在這個地方造次 如果說黑棋只是簡單這樣長的話 呃可能白棋可以有一個比較漂亮的包紮手段 譬如說這邊 打一排然後直接直接貼住這樣子 這下要不要打掉不知道 如果就這麼數數的直接硬打掉 但這樣也不不見得就一定 一定好了 因為這邊有段 然後下面有個段 還是蠻有保衛啊 這樣子數數包紮 不見得有好處 這個 不見得好 那 總之呢 他可能他的決議這邊的意思可能是利用左邊的一些先手 來 去做文章 譬如說這樣飛也有可能 飛你補左邊的時候我再把這頭給搬住 總之 左邊他這邊的意思可能不是要 在這個地方直接獲利 而是要利用這邊的打吃 各種的東西 來去 來去這邊做文章這樣子 好總之是要貼這個 實在有點沒下好 不過右上他這個團 他這個擋回這個目數也是蠻虧的 所以這邊我應該還是要走這個貼啊 這邊剛才漏問了決議 這個時候 哎呦 拆右邊 這時候反而推薦拆右邊 確實可能跟黑棋逼住完之後這邊有一個點是有關係的 而且這個逼過來之後黑棋這個腳也是有點薄弱 確實 確實這個 拆過去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那這時候黑棋再來飛壓 不過這個飛壓對白棋來說可以說 就是不虧了就完全不虧 確實這時候拆二也是很合理的 被人家比住還是蠻大 那在中間這個跨完斷之後的戰鬥呢 決議認為我第一手棋應該用長的才對 那長的時候黑棋也沒有立刻拉出來 因為立刻拉出來可能白棋也是就簡單的飛 那麼 這個黑棋 只要只要是攻不太到這一塊白棋可能黑棋就不是很好 或者白棋有可能這邊靠一靠做一點借用什麼的跟剛才講類似 這附近有些選手的話 可以做一點借用 不過其實也差不多啦 我實在 現在左邊靠一下然後這邊長 那勝率也沒什麼掉 應該都還可以 就是走到這邊白棋應該已經蠻好下了 就是只要我們中間不要被攻得太慘 那麼 木樹上就已經就已經有所領先了 他這個 呃這個右邊 被我壓一下有點萎縮然後右上有點點多 那這邊沒有點成失控所以 包括甚至黑棋這一條可能都還有點欠債的情況下 嗯 可能是應該確實白棋比較有利 當然我有講自己的好 其實我自己中間也還有點欠債 只包到這邊有點欠債 剛才下面有一點點多 對吧 這全點失控也有點點太多 但是總之 還是白棋稍微比較好的一個局面 只要中間能處理妥當就OK 那後面白棋沒有 黑棋沒有 沒有太大的機會 這邊搬完之後 決意推薦黑棋是衝 衝這個 衝完 之後 他直接斷上來 呃不過這個白棋也不難處理 不要先沾回 黑棋顯然不能打過去被打過來就完了 所以只能這邊藏 那麼白棋尖的時候黑棋直接挖上去 不過這個黑棋就比較慘淡了 這個連斷都斷不太下去 因為白棋如果直接沾的話 黑棋跑出 那麼白棋這邊 打出三棋之後這一斑 黑棋就掛掉了 這跑不出去 所以 這個圖黑棋也不太行 總之走到這邊可能黑棋確實就 比較沒有什麼機會了 那到這一個斷的時候黑這個利是 最終敗招 不過他如果打這一邊的話 可能確實也不太行 我這邊可以先收氣 呃直接走這個 直接斑斬好 幫我挖掉好了 因為他不太能這邊尖尋求連弱什麼的 因為白棋直接黏住 那他這個是渡不過的 氣不夠 這樣子被我急死 渡不過 那所以我這邊先手去把它收氣之後 那左下再把它做火就OK了 那做火就很簡單嘛刷下去之後 這一夾 他只能吃火 再立下 好這樣一做火之後 他就變 他得要跟我這一條比氣 那這個氣 誰多誰少應該是蠻清楚的 白棋這個外棋 太多了 所以 這個應該比較沒得比 總之這個 黑棋全盤還是 比較 有點沒有發力點 然後就好像就結束了 確實 當然黑棋比較 比較明顯的敗招好像也不是很明確 好像就是類似這個 這個棋沒有去襲擊白棋 就讓白棋走得比較輕鬆吧 拆到上面這個 好像之後就一直都走了比較 比較簡單 就白棋就取得勝利了 好吧 那這完棋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 大家收看 看 算是 一 二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這 útil